今天我們來看一部 8K 電視機 這一部是 Sharp 的 8K 電視機 其實在日本早幾個月已經推出了日本版 今天在香港發佈的這一部 其實是富士康收購了 Sharp 之後 在香港第一次以 Sharp 品牌推出的電視機 這部 8K 電視機有什麼特別呢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現在還沒有 8K 的信源 所以今天的發佈會比較特別 Sharp 這邊也示範了一個新的功能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片子吧 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人工智能的語音部分 第一個場景就是跟 IoT 設備的一個互聯 開燈 好的 也可以進行一個窗簾的控制 關閉窗簾 在看電影的過程中呢 如果你需要進行一個氣氛的烘托 也可以打開你的家裡面的氣氛燈 打開彩燈 好的 除了這個功能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訂電影票的服務 那我可以 比如說我想看電影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去購電影票 我要買電影票 他會把目前正在熱音的電影給我們列出來 然後呢 你跟家人一起可以在大屏上去選你要看的電影 第一個 推薦十個方面的電影院 請選擇 萬達影院 他會把萬達影院裡面 關於這個的電影全都給我們列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按時間 或者按它的一個價格 進行一個更多維度的篩選 晚上八點以後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八點以後的影片呢 都在我們這個列表裡面進行一個展現 第一個 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萬達影院 關於這個電影的一個座位的圖 你可以在裡面進行一個座位的篩選 四排七號四排八號 我們也可以看到 七號八號呢 已經被我們用語音進行一個預定 五個獎 以為我們看到 三號二號